他說 陳菊陣營揭發走路公事件涉嫌買票 事後證明確實有人買票 怎麼會是所謂的非法之方法 陳菊陣營沒有妨害到別人行使投票權 沒有人受到妨害 沒有人的投票權受到剝奪限制 所以這個法官說這樣是 不對的是沒道理的 叫這個剝奪 10點半 走路公事件被帶到 然後11點全局召開記者會 全局的陣營召開記者會 我想說哪一個是非法 發放走路公事非法 你說沒有證據 後來證明是事實 但是那個影帶裡面 其實你注意聽 也有穿著黃菁英的背心 還有很小聲的說 兩個都倒一號的這樣就有了 諸如此類的 我想有一定程度的證據 在這個基礎上 你陳菊陣營怎麼辦 你偷襲 你10點半已經偷襲 走路公不算偷襲嗎 你偷襲再先 他怎麼說我們 他現在說 他現在會說 他當選無效事 主要是說 你那時候開記者會 對 讓人沒反應的時間 對 沒反應的時間 他的理由是10點以後 已經停止選舉 我知道 我現在說的是 他沒有反應時間嗎 有嘛 事實上有反應 所以他有反應 他就說你自導自言 他就反應了 那時候 黃建英開記者會 開工具 這個什麼 馬英九開記者會 隔天 登報紙 我們早上有給大家看 這樣有反應嗎 有 我們要這樣說 其實 那時候如果 他連續的記者會 跟那個工具 我們可以說 如果我們要發官 要主管裁定 我會說 陳局 印刷減五萬票 你知道嗎 那還很多電視台 強力放送 黃建英定名要反駁 那是自導自言 強力放送 是啊 那整天 也就是說 這個法官 他戴了有色眼鏡 這是我們可以直接講 我認為他戴的是藍色的眼鏡 所以他所看到的 都是藍色的角度 所以認為破壞選舉的 這種選舉不公的 都是陳局陣營出來 也就是現在 藍營現在全部在 塑造一種形象 就是民進黨奧步進展 那只是一種延伸 但是我們來看 這個判決 它會產生什麼樣子的 政治效果 今天我們台中的一些朋友 腳長的 他說 李翁你敢知道 這判決已經有效果出來 他說是怎樣 他說 他們家附近的里長 已經開始在搜 就搜 由我們車 這樣一刀一刀出去了 三百塊三百塊 這樣就出去了 出去了 出去了什麼 出去了 不用錢 為什麼 就是 等於是現在就可以先做了 你也不能開記者會 不是嗎 因為現在離選舉 好像還有一段時間 而現在的 開始招待旅遊都出去了 你如何認定他是會選 你現在也沒辦法 我走路都不算會選 你現在出去 不用擔心 對不對 以前說 拿一刀去搜尋 要三百塊 現在不用擔心 然後 都已經出去了 你從帶人家出 一台一台這樣出 一台車一台這樣出 好 你說說看 這個是不是也鼓勵大家說 反正 你只要不是在那種選舉期間 真的所謂選舉期間 你做這個事情 你在選舉時間之後 或是錢 你做任何事情 都沒有事 這是公平嗎 這會產生一個公平的結果嗎 看這個標題 讓他告訴我 看這個標題這麼特別 這蘋果日報的標題很特別 他說 突襲抓會 要公平競選 這是法官的觀點 抓會 會妨害公平競選 這個概念你們能夠接受嗎 抓會 才能夠讓競選公平 對不對 你知道 抓會選抓越厲害 競選就越公平 結果他說 抓會選 會有愛公平 拜託的 這種法官 我用這個法官 所以 所以法驗路當然是公平 是哪 意思說 我講得粗陋 抱歉說 共甘無罪集團拍三年 就這種意思 這就是笑死人 我怕人不能抓 會選不能抓 因為會妨害公平 對啊 把全世界上這種事情 這就是這個法官的公法 是啊 你看這個聯絡部社論 覺得說這邊 是何毅庭的結論 不次是台灣民主憲政的救命恩人 怎麼會這樣 我看哪15月 台法官做的裁定 他都認了 對阿批是不理的 那不是 民主憲政 不是還回來了嗎 怎麼會這樣呢 其實 就是說起來 我今天看到那個報紙 聽到我一邊 聽到我一邊 今天聽到我一邊 我只有一個結論而已 我的感想 吃台灣人夠高 欺騙台灣人夠高 我們要說 對陳菊是不利的 對阿批是有利的 你如果這樣嚇 我是覺得公平 不是啊 對陳菊也不利 對阿批也不利 透那個報紙 你怎麼相信 等一下 我們要先開放給大家來call in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所以我們先開放給大家 到現在就去一次 只有這邊 一會好 對阿批 一會兒 是 對阿批 你們 先打你 謝謝 時間 有